吴氏见他这个模样 有些恨铁不成钢了 哼 你只当那个老前婆真的是为你好 让你去讨回公道 她就是看你棒子粒卖得好 眼红心热 又寻不到地方找你的茬 就给你使绊子 你都没想想 这人能有几个傻的 要是人爆米花真成十几倍的转 旁人怕是强迫了头 都要去偷偷学了来做的 旁人怕是也觉得自己被当了冤大头 再不肯去买这爆米花了 再说了 既然是吃屎 哪能是光棒子粒就能做出来的 怕还是添了别的东西进去 既是能进铺子里头卖的吃屎 估摸这大腕是甜的 要添砂糖进去 这糖这么贵 这一瓢爆米花 可不得卖这个价钱出去 推万不讲 就算人家真能卖高价 也是人家能做爆米花 有着本事 你自己没本事 就只能种棒子 就只能卖便宜的棒子粒 难不成卖木头的 因为一把椅子卖得贵 得去问人家木匠要钱出来 自己都不动动脑子好好想想 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跟个傻子似的 把自己的路堵得死死的 让那老钱婆看笑话 你说你是不是傻 吴氏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杜氏自然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会儿 整个人的脸色白了又白 说话的嘴唇也微微颤抖 娘 我 成了 都这个时候了 多余的话也别说了 再多说也无用 你俩都实道实道 别让街坊邻居看了笑话 家里头那么多棒子粒 卖不出去也是个事 这回办了这丢人事 也别拿出去卖了 慢慢磨成面 自己家里慢慢吃吧 娘 这棒子粒磨的面不好吃 不吃也得吃 原本好好的能换钱的东西 被你们俩给作没了 自己做得腻 自己就得受着 赶紧的 实道实道 趁着年前还不忙 多磨点面 最近也吃棒子窝窝头 你俩的 一点白面也不许掺 知道了 娘 张武和跟都市应了一声 急忙去十多院子里头 刚刚被他们两个人弄乱的东西 两个人低着头 都唉声叹气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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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